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生不了 对一员实相没有任何的攻击性 没有任何的影响 第五句 为他撑腰的苦难见证 与那些念头本身一般疯狂 也有那些庇护着他 且企图弄假成真的疯狂幻象一样 不足为惧 念头 不真 故事情节 不真 为故事情节撑腰的证据 不真 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是第五段的第一句 只有你的念头会带给你痛苦 又真想了 痛苦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 是我自己愿意跟着念头编故事 关联过去未来 关联各种时 我才会产生痛苦 事件本身不会令我痛苦 我的解读会令我痛苦 我们之前举过例子 公司抽壮丁 拉我去献血 我很痛苦 同样献血这件事情 我今天要是献了血 就能够把我的知青救回来的话 我这个献血我是不会痛苦的 我可高兴了 我让他颅气袖子加油愁啊 接着第二句 在你心灵之外 没有一物伤害的了你 我们以为我们是世界的亏了 世界变化 我们跟着反应 我们是整个世界的受害者 其实呢 除了心灵之外 没有什么能伤害的了我们的 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观念 离不开源头 源头是哪 源头就是我们的心灵 如果我们不是心灵当中 有一个部分 在自我攻击的话 对外形式上 不会有任何的人事物 对我们产生攻击 外在一切的攻击 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冲突 所谓的念头 没有哪个念头 不是分裂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 想出一个念头来 这个念头不是分裂的 想不出来的 这念头浮起的时候 就是部分对整体的攻击 就是心灵的一个部分 对心灵整体的攻击 所以这样理解 心灵除了我们的心灵之外 没有遗物 伤害得了我们 我看到第三句到第六句 都是在反复强调 心是因世界是果 我是因世界是果 我不是世界的受害者 我是整个世界的始作俑者 然后第七句 第八句 你必须先看出 万物的无害本性 它们方能接受你的神圣意愿 当成自己的意愿 我的意愿是清净的 所投射形成的像 自然也是清净的 只有我先看出万物 无害的本性 万物才会接受我的意愿 当成它们的意愿 呈现无害的本性 于是你眼前 你以前眼中的毒蛇猛兽 摇身一变成了 纯洁与神圣之源 本来这一切都是害我的 摇身一变 我的眼光变的时候 它们跟着变了 变成什么 变成纯洁与神圣之源 也就是天国的倒影 让我们看到第六段的 一到三句 我神圣的弟兄 不妨深思一下这句话 你眼前的世界 什么也没有做 也不会带来任何后果 它只是反映出你的想法 心是因世界是果 我眼前的世界 只是一个大屏幕 它不会带来任何后果 只是反映出 投影员的想法 也就是我的心灵 底片上面 到底有什么内容 那么第四句 只要你决心改变 自己的心念 选择上主的喜乐 作为你的心愿 世界便会全面改观了 只要我能够 在起心动念上去修正 只要我的心愿 是清静的 整个世界 都会焕然一新 都会变成美梦世界 变成真实世界 截至第七段 第二句和第三句 又再强调 心是因 世界是果 世界只是一个果 没有能力成为任何事物之因 世界只是一个果 不可能生出其他的果 一再地提醒我们 我们之前 遇到奇迹课程之前 我们全部都是因果颠倒的 就是佛家讲的众生颠倒 第四句 它只是出自你的愿望的一个幻想 世界是出自我的愿望的 可见我的心灵能力有多大 我愿意 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就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愿意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就能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全凭我的心灵做主 接着看到第八段的第一句 痛苦乃是邪恶之念的化身 企图破坏你神圣的心灵 这邪恶之念啊 指代的就是小我 小我有很多化身的 死亡疾病 愤怒 痛苦 悲伤 一个醋眉 一声叹息 都是的 所以痛苦 也是小我的化身 我只要感受到痛苦了 我必然在小我当中 第二句 痛苦是你甘心为不自由所付的赎金 我的心灵是自由的 自由到我可以选择不自由 当我选择不自由的时候 我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个代价 就这里所付的赎金 就是痛苦 第三句 痛苦表示上主拒绝了他所爱的圣子 痛苦是小我 拿来认定上主残酷的证据 拿来认定上主拒绝圣子的证据 虽然我们刚才解释过了 根本就证明不了 第四句 痛苦表示 恐惧好似战胜来 时间占领了永恒及天堂 痛苦表示 幻觉是真的 一元实相是假的 恐惧战胜了无条件的大碍 时间这个幻觉 占领了永恒和天堂 那我看第九段 第一句 放下你的武器 放下你的自卫 进入宁静之中吧 失授在真理内 同体 攻防在真理内 也是同体 这里放下武器 放下自卫 说的都是放下小我的防卫措施 也就是 今天课程的核心词汇 放下痛苦 接着看到 第四句 放下你正抵着自己脖子的那把 无情的判断之剑 撤去你想要隐藏自己的神圣本质 而发动的 无畏攻击 我只有认为 我自己是一个分裂的个体 独立的个体的时候 我才会发动攻击 我只有把自己当作是一具身体 百害都轻的 特别容易受害的这个身体的时候 才会发动攻击 这些都是在隐藏自己的神圣本质 否定自己的神圣本质 看似我们的判断之剑 是指向弟兄的 实际上 每当我们判断的时候 每当我们评判弟兄的时候 这把无情的剑 都是在抵着自己的脖子 连同兄弟 都是我自己的分裂念头 投射形成的像 我不过是在自我攻击罢了 然后看到第十段的第一句和第二句 这一刻会让你了解痛苦真的不存在 这一刻会让上主的喜乐重归于你 这一刻 就是我们践行真宽数的时刻 既然痛苦 是信念系统过筛才形成的 那我可以用真宽数 把这个信念系统宽数掉 拆掉 那么这痛苦就不再产生了 既然痛苦来自于时的关联 活在脑子里 不是在记忆当中 回忆过去 就是在想象当中 编织未来 那么我也可以选择 不再跟着念头编故事 把解释全部去掉 把赋予的特殊意义也全部去掉 回到当下 在这个当下 直接选择平安 然后看到第四句到第六句 痛苦是虚幻的 喜悦才是真实的 痛苦只出现于梦中 喜悦表示你的觉醒 痛苦是骗局 唯有喜悦才是真的 这三句就是在告诉我们 痛苦没有任何的价值 除非我自己选择 愿意去体验它 我是赢世界 我可以选择体验痛苦 不要忘了 我还可以选择 不再体验痛苦 那我们看到 第十一段的第一句 此刻 我们再度面临了 此生唯一可能 做出的选择 也就是在 幻象与真相 痛苦与喜悦 地狱与天堂之间的选择 也可以说成是 小我和圣灵之间的选择 抉择权在我 我们这个单元的二十课 全部都是在讲怨心 扭了怨心之后 就要把这个抉择力用出来 为自己重新选择 选择断轮回 还是选择继续轮回 我的游戏我做主 今天是全然允许练习 只是去看的第六天 不做过多的讲解 明天继续